共产党 共产党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三不已没有 他大爷来了 我从我懂事我都老记得 共产党什么四不已没有 什么三不已没有 老是三不已没有 都搞糊涂个屁的了 现在新的三不已没有 真是很夸张 不允许有任何的媒体透露 中国人的死亡数字 而且要严格屏蔽 从统计局开始 各火葬场的死亡数据 包括报税单 严防私防 你看看 这死人你说成啥国家经济了 第二个 不允许再有任何守卫国家大项目的开支 同时所有的大项目 列出了N条 必须削减 列入航空母舰 三号航空母舰 什么接下来什么 国防项目 各地上的大项目 削减的削减 关的关 这就没钱了呗 第三个绝对不允许 有任何共享富裕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抓马银 抓马哈腾 王健林等这些什么雷军呢 这事情有任何妥协 加快共享富裕 共同分享财富 那就是说把前面死的人不让说 然后不花钱了 也没钱了 然后把这富豪全抓了 而且从过去的千万起步 现在从百万起步 这个没有 最关键的事情 任何情况下 没有海外投资 我们就想把钱弄到海外了 隔空举钱嘛 然后刘鹤和耶伦的谈判 吹狼弹 人家赶飞机 要不还去他 你想想 人家赶飞机都不搭理你 两国大事 跟你谈个屁呀 无非是就那个几千亿美元的外债 和勾兑嘛 又是传达了什么 私交了习近平的私人的亲笔信 不就是那几个勾兑嘛 而且强烈的意识到 海外要查共产党的财富 共产党党员的财富 所以没有海外投资 你基本上可以看不到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在海外任何投资 在2023年 我来看那个节目啊 正在播一个 几个大佬的房子在卖 对着海外的这些大佬 共产党员的所有的房子 都登记完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到家一谈 你房子在哪 赶快卖掉把钱拿过来 否则你家人全扔监狱去 国内的那些富豪们 孙子 如果你有本事 别信我的 别听我的 你也继续保留着 你看会流出啥结果